启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 天使就把廉刀涌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我们尝试再继续在第二点中去否释 第二点就是 这个小孩子被提之后 他有个奖励就是用铁杖下古列国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奖励了他 因为什么发生而奖励他 又是时间我们一起去时空穿梭下线 不要理会我们现在穿梭到哪一年 总之就穿梭到教会临被提的那段时间 一两年的时间左右 究竟你觉得教会被提之前除了合一之外 他们其实合一底下同心去做什么呢 你究竟想想 是不是好像烂民那样被撒旦迪基督租撻 然后说我们都没办法的了没用的了 我们现在等走的 不是等走就是等死的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变成一个叫做时代笑话呢 如果这个是神用了2000年所预备的身负的话呢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尝试试试试想想得伟大一点点的 其实在被提之前 真正出来敌党倒敌基督的势力 不是占领华尔街 不是占领香港政府大楼 而是教会 当然我不是说教会可以正座去示威 不是啊不是啊 绝对不是啊 你有没有想想想 你有没有想想想 整个人类历史终要结束了 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的时候 神已经说将来会打败撒旦的女人的后裔 是不是 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的开始 是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救主 然后钉在十字架上 从死里去复活 但是这个女人的后裔 岂不是我们讲启示录的这个婴孩 主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开始了这个婴孩的头发 在房角石而已 如果你真的尝试去想想 我曾经在2009年想过的一个题目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 常常都提在一个字眼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当时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撒旦在末后日子 他那种猖獗 他那种能力 他那种对全世界 无论政治灾害 那种杀绿 那种植着食物的污染 各类这些阴谋 害死这么多人 难道教会 就好像缩头乌龟那样 尽快走就算了 不会 我们亲眼在历史里面 我们见过伊利亚 伊利亚这种能力 似乎就不是等着被提的那种能力 我们反而发觉伊利亚被提之前 在家墨山和这些先知斗法 然后甚至打败这些先知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教会被提之前 神在整个人历史的结束 他似乎不是普遍教会那样 那些要是等死要是等走的那种心态 事实上我知道这个心态 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是很流行的 但是问题 有没有圣经根据呢 究竟你有没有想过 当我们慈好穿梭到教会被提之前 究竟全世界的历史会是怎样呢 教会的能力会是怎样呢 他怎样得到那种能力呢 会不会这样呢 会不会我们现在穿梭到他的日子 不如我们去到看到能力开始的日子 我能够说能力的原因 因为我相信我给你更加有资格去讲关于能力 给你更加有资格去讲关于恩赐 给你更加有资格去讲关于杀种 怎样使得这些恩赐可以增加百倍 对不对 而我尝试就是 以我所懂的东西去讲给你听 好吗 我们尝试可能穿梭到教会 如何得到能力开始 就是有一间教会 他们知道什么叫杀种 而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他也知道神给他在时代结束的时候 会是最大show off神他的权柄能力的时间 他也知道如果是这个show off 这个大考试当中他们成功的话 神就会将核管列国的铁像去交给他当奖励 于是乎这间教会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 他开始杀种 他杀什么种 就是他们本身是个普通人 因为他们本身可能 他们的所有能力 仅限于服侍人 仅限于医治人 帮人恩赐运作 但问题是他们知道 所有能力都可以杀种 所有会的时代当中有黑暗 就一定有光明 哪个时代有那样的需要 神在那个时代就复还那样东西 在敌基督的时代 全世界都恶在那恶者的手里面 而撒旦已经对全世界那种的租资 那种的残害 那种的苦害 已经是披复全世界的 OK 而既然这一间教会 这个将要被提的身负 他知道自己的责任 于是乎 他的杀种由单单区区因此运作 单单区区是街头报道 单单区区是讲片道 去变成 开始首先在真理上理解民间疾苦 理解真正这个时代的真正需要 人不是需要娱乐 人是需要人家使得他不用死 不用短命 不用患癌症 不用变成债的奴隶 不用变成敌基督的奴隶 这间教会去杀种 这间教会懂得在这一方面 教会以外 在生活范围以外 的地方杀种 在什么范围 撒但在控制世界的范围 他们对阴谋有认识 他们知道哪些对还是错 他们对政治有认识 他们知道哪些对还是错 他们对于世界上各样的无奈 有认识 他们愿意杀种 愿意预备 愿意认识这些信息 就好像他们认识恩赐运作的信息一样 导致他们认识了然后杀种 然后因赐运作八倍增加药 他们在这一方面 去祝福人 保护人 去为人生冤这些信息当中 他理解 然后为这些人去杀种预备和祈祷 而跟着 因为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 他们好像以利亚一样 神将他的时代的权柄去赐给他 因为那个时代 是敌基督将要出来的时代 所以神的教会 也是在这个时代 作出最后的冲刺 但这个冲刺 不是他会有更美妙的歌 在聚会唱 更好看的灵舞 在聚会里面跳 或者是更哭得大声的 谎言讨告声音 又或者扮到好像 在地下点下点下的 圣灵充满 我想你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说战争 说疫症 我们是说地震 我们是说灾难 我们是说很多当中 是人为所制造的这些谋杀 人为所制造的这些军事恐吓 和军事的残暴 包括地基督将要出来 会用更大的高压手段 去对付全世界的人类 你要记住 这个只不是配角 而事实上 我相信 教会已经到本末倒置 甚至连地基督配角 他们甚至发觉 要看着地基督配角 去吃饭 到第二天 水深火热的时候 教会希望 就快点尽量避体了 不避体就死了 这次死了 因为谁教地基督来 什么是这样的 神仓做人类 就是为了显示出 迪基督原来 又好打又厉害 到最后 搞到辛苦 要夹着尾巴图 这个就是荣耀的辛苦避体 这个叫装饰整齐 难民装 你有没有想清楚 如果我和你真的去时空穿梭的时候 究竟我们期望 我们看到一间什么教会 但问题是 我们期望看到那间教会 究竟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没有用信心 我们有没有付出 我们一部分 使我们是那间教会 如果你没有想着是这样的话 我想你知道 神想着是这样 而事实上 有机会 我们就是 其中一间这样的教会 就是说 原来最后 这个荣耀的教会 他会成为无依人的师傅 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示范 可以说 展示两手 我不知道如何展示两手 但我们亲眼看到 火虫天降 这些神迹 我们亲眼看到 摩西十灾的神迹 你有没有想想 究竟启士陆这些灾害 这套信息 就真的如我2009年所见的一个异象 就是如果真是一帮这样的人 这帮人就会在这方面的知识 去认识 然后当他们不断去攀布 和说这些信息的时候 世界上的灾难就会开始 但这个不是代表意味着 这些灾难开始出来 是无的放弃的 这些灾难是意味着 这帮人慢慢好像摩西 到最后他要跟埃及的术士 去斗法 然后得胜 然后他们是 你会看到 以色列人 我经常都用出埃及去对比 我们再次避体 你知不知道 以色列人是完成了 这个十灾的斗法之后 才带着这些宝贝 去离开埃及 弟兄姊妹 我想给你知道 在无依人 是跟这个敌基督斗法之前 教会是避体了的 教会的出埃及之前 其实是他会 每一次 也可以说应该是 再一次 示范摩西十灾 七个节旗开始的时候 的这个活剧 你知不知道 所以无依人 他是有一个效法的对象 所以教会 他们在避体之后 会有一个奖励 奖励就是 他们会拥有铁像 去核馆列国 启述第十四章 第十九节 那天使就把脸刀涌在地上 收取地上的葡萄 雕在神憤怒的大酒炸中 宣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彩曲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彩曲声 求付出幽美的香制 盼为我主演光辉 让我怀求创伤或魂 盼回日程天活祭 求付出不计终问世 盼直到终点无悔 最终结我愿能深鲜极无异 面见上帝